大家好 在今天 溫度狀況在北部偏高 南部地區雲亮多 所以南北天氣狀況 有點不太相同 往南走到了墾丁雲層多 飄點雨 往北走的話 陽光高高掛 10分鐘皮膚就會曬傷 還是要提醒大家 往北的朋友 要特別小心別中暑了 可以注意到 今天的高溫的部分 新竹的高溫 到達了37.3度的高溫 台北市的高溫 今天沒那麼高 因為今天有一點偏暖 所以台北的風吹來還滿舒服的 不過陽光好烈 雨的部分 只有南台灣的啃春半島有雨 嘉義這邊是午後陣雨 台南午後陣雨 東半部地區是地形風造成的 一些局部的降雨狀況 但風力最大的部分 在傍晚的時候 玉山的風有達到7級的陣風 現在目前玉山頂上的 北風觀測站的風力 是在6級到7級 所以今天的下午是到8級 所以風力還變更大 對於我們來說 高溫的天氣外出活動要防曬 南部的朋友外出活動要被雨拒 因為山區還有局部物 風場來說帶一點水氣進來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張北半球的雲圖 從這張雲圖中 來第一個先看颱風 颱風眼清晰可見 目前未來的走向 會朝著海南島的方向 到廣西的方向移動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北邊有高壓場的範圍 所以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算晴朗 但外圍的水氣進入到達了 我們南台灣恆春半島有點雨 接著來 我們注意 在雲圖的東邊 也在關島附近 這邊是一個大的低壓區 接著到了日本的東方 這裡是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不過再來我們就要解析了 注意 熱帶低壓未來會往北 跟北方的封面結合而走掉 但這個大低壓區的水氣發展 會隨著颱風往西走的時候 而開始逐漸的到達我們台灣的 東邊的海面 這個時候當颱風進到廣西之後 南邊的水氣會拉上來 使得我們在一個大的低壓帶當中 但要特別注意 這裡的低壓帶當中 在下個禮拜 倒是再會有一個系統 可能會在菲律賓海發展起來 你會問說 那會不會影響我們 我們還要等它發起來 這就像什麼 這最主要就是 東西沒生出來之前 你還不知道它的路徑會怎麼走 未來也有可能說 它整個路徑方向來說 在這個低壓區發出來之後 高壓偏強就接近我們台灣 高壓偏弱就往琉球走 甚至會往日本方向移動 都有機會 取決於就在我們東北方的 高壓的強度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這一段 最主要是要告訴你說 到時候中秋節的前禮拜六日 一直到中秋節那一段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因為南邊的系統 逐漸接近 天氣會受影響 接著來看溫度了 明天的天氣沒有影響 北部的高溫部分 仍然在37度的高溫 中部地區也是好天氣 但是到了嘉義以南 會有我後震雨 南部地區的短暫江雨狀況會出現 早晚也有 東半部地區的花蓮以南有點雨 外島地區天氣情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外出活動 小心別中暑 南部地區的短暫江雨狀況會出現